主料,猪肉末200克,鸡蛋一个,香菜50克,辅量,生抽二勺,葱花两根,香油一勺,胡椒粉一勺,蚝油一勺,辣椒油一勺,酸二半,盐一勺,花椒粉两勺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肉馅放入一个鸡蛋,盐,胡椒粉,蚝油顺一个方向搅拌上劲, 香菜洗净切成细末,搅拌上劲的肉馅里,再加入香菜末,生姜末按同一个方向搅拌上劲,抄手皮,取一张抄手皮放入适量的肉馅,对折成一个三角形,三角形的一头用筷子摸上点水,或者就用弄肉馅的筷子一抹就行,轻微沾湿即可,两个脚对折过来,一捏就好了,因为其中有一个脚沾湿了, 所以很容易粘在一起,打调料,生抽,辣椒油,葱花,蒜末,香油,盐,胡椒粉,花椒粉,蚝油喜欢的可以加上醋,碗里放入适量的开水或者高汤,调料就做好了,锅里烧开水,水开后下入包好的抄手, 煮到抄手漂浮在水上,再煮一分钟就可以捞猪装完,不要煮太久,馄囤皮薄,煮久就不好吃了,烹饪技巧,一包馄囤的方法很简单,就是记住两折料点,就能包出好看的馄囤而囤做好后,要即可食用否则会软烂,影响口感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,别忘了。